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掀开金本 九十二面 最后一行 从第二个字看起 如注声闻 不见摄那神离 勿与菩萨大会 以本部暂数设方佛刹清净功德故 到这里是一段 那么这个一段是大司 《影华眼经》里面所说的 小乘人当时佛在世的时候 就局限于一个小的范围 所以佛很少给他们讲 有大方世界 有舍方祝福 佛很少讲 为什么少说呢 那是他们不能接受 所以佛给这些人 这些人只说娑婆世界 一直到今天 修行泰国 这些小乘国家 他们只认为佛 只有一尊释迦牟尼佛 除释迦牟尼佛之外 他不承认有他方佛 更不承认人修行能够成佛 他不认为修行最多只能成佛罗汉 而不能成佛 那么其实佛在大经里面呢 给我们说明 他这是多生多皆迭气 所以这个不是偶然的 那么像我们中国人 说的他方祝福 他方世界 我们能够接受 这也不是一个容易事情 正如同现在 现在这个社会上有许多人 给他讲这些鬼神 有的人相信 有些人决定不相信 根本就不可能叫他相信 那么这也是 与过去僧中的因缘 有密切的关系 这一类小乘人 因为多生多疾 都没有接触过大乘佛法 也没有参加过菩萨的大会 菩萨大会实际上就是大臣的法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人 因为这些人 他九元界来 从来不赞他 祝福菩萨 他们有一点静意 也不赞他 祝福菩萨呢 对他们虽然是有大慈大悲 因为他根性没成熟 暂时把他放在一边 就不去理他了 为什么这些佛菩萨 他不去用大惩罚接引他呢 主要想的 他要遇到大惩罚了 他不赞叹 他一定要毁谤 毁谤就要造罪 所以佛菩萨还是大慈大悲 避免他造作物业 因此不跟他说十方佛 也不跟他讲大乘佛法 佛菩萨是不是就是不理他呢 不是的 佛菩萨还硬化在他们那一群当中 硬以笑诚而得度之 这才看得出佛菩萨真正的慈悲 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想象得到的 我们再看下面一段文 那就说得更明白了 故无畏孝尘无他福之说 大叫又差海之谈 这个也是引用故无大德 这些话来作证 四名独善之流 一号顿我罗汉 一世教令 毁断灭心 修净净净 那知诸佛菩萨 悲知行愿 如是广大 如是无尽 心不爱尽 一切诸佛 一切诸法本性自空 终日渡生终日无渡 而但修禅定 不愿往生 是为大神 这些话 句句话 都是真舌鱼 那么这一段里面 这个引译里头 读得很多 我们先说 先看这个引译的一百零八面 道修第四 古为小乘无他佛之说 那么这个一句之下 这是引古语为真 小乘但知由舍迦 不知舍方诸佛 词句引略 大教有他方诸佛 一定有他方诸佛 在教义上才讲得通 才讲得通 尤其是佛法 建立在绝对平等的理念上 如果没有他方佛 这个佛法是讲不通的 那就跟一般宗教一样 只有一个上帝 没有第二个上帝 那是讲不通的 所以佛法只值得令人尊敬 就是他平等 一切众生都可以称佛 好宽佛在华也 是直接了当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本来称佛 原究经上也有这样的句子 这才是真正平等究竟之谈 那么底下也就是说 有岔还之谈者 这个是大乘复发了 如华藏世界平 是华严经上的 佛告诉我们 有不可说佛差极微尘数世界种 这种是种子 有种子又能变现出无量无边的世界 所以世界实实在在是无量无边 那么夜夜世界种有二十成无尽世界 那么这是诸位多华严经就明了了 这是华严经说出大乘佛教的宇宙观 实实在在不可思议 那么这句是迎了小乘世界 小乘人唯一知有所谱 不需要得有他方世界 这是在大小乘教学里头不一样 就是大乘跟小乘宇宙观 人生观都不相同 因此修行正果有很大的差异 那么底下这一句给我们讲祝福菩萨 这是卑至行愿 如是广大如是无尽 就解释这一段文 但是这个诸字里面呢 它都用的是法相名词 这个里面含义非常之多 比如说祝福菩萨知三缘 哪三缘呢 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也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 通常呢 佛法里面讲四种缘 而在此地讲三种 这个四种缘呢 就是讲这个慈悲 四种缘叫四种慈悲 那么众生呢 都是爱缘慈 我喜欢他了 我对他就很慈悲 主要晓得 慈悲就是爱 爱就是慈悲 为什么佛不讲爱讲慈悲呢 它出发点不一样 离智的爱就叫做慈悲 换一句话说 从离性里面生的 这个爱叫慈悲 从感情里面生的 就叫做爱 所以爱跟慈悲是一桩四血 它是离性的 我们叫它慈悲 感情的我们叫它是爱 所以爱就变成五语里头 这个五语六层里面 那是染无的 慈悲是不染无的 凡是理性的 确定不染无 凡是感情的一定染无 所以这个四种缘呢 第一种是染无的 佛菩萨没有 所以不要了 讲后面三种 后面三种呢 最前点是众生缘慈悲 所以众生缘呢 实际上是世间人也有 所以是推及接人 是这样的心 这个里面绝对不是有私心在里面 不是有私爱在里面 也就是我们世间人所讲的博爱 我们儒家讲的仁爱 在佛法里面讲众生缘 众生缘慈 那么其次的是讲发缘慈 这个众生缘慈 摩罗汉有 摩罗汉就有了 发缘慈呢 菩萨有了 菩萨有发缘慈 如来有无缘慈 缘就是缘 缘就是条件 没有条件 佛对于一切众生之爱 没有条件 没有条件 所以同体大悲 无缘大慈 这个叫三缘悲 悲就是慈悲 主要记住 众生缘 发缘 无缘 这个发缘的意思 在此地也略随数 因为从发缘里面看 就能看出本体 万发因缘慈 我这个身心是因缘所生法 那么这一切众生也是因缘所生法 我们是同一个因缘所生法 所以这个比众生缘要进步很多很多 所以菩萨帮助一切众生 他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硬当然的帮助 因为帮助众生就是帮助自己 自他不二 自他一体 这个是发缘 这是发缘 四种智 这个四种智 就是四五爱变才 你要帮助众生 特别是在娑婆世界 娑婆世界的人耳根最厉 所以要为他说法 为他说法了 就要居足辩才 因此佛在经里面讲 佛菩萨有四种五爱的辩才 也叫做四五爱智 就是此地讲的四种智 第一个是义 第一个是义 就是义理 他能够穷尽 宇宙人生的义理 所以在这个义理上 他没有障碍 没有障碍 那么这是五爱变才的根本 换句话说 理论他完全通达 他们的障碍 这个是最重要的第一个条件 那么其次呢 发就是方法 他所运用的方法 非常的巧妙 也是无障碍的 第三种是引词 你虽然理论通达 虽然方法善巧 可是你引词要是不通 那也是无可奈何 所以佛菩萨是 词也无碍 你引语也无碍 第四种是要说 就是喜欢说 如果他都 前面三种的他 他不喜欢说 那也没法思 也不能帮助众生 他很乐意地为大家开导 为大众来引识 所以末后这一条 叫要说无碍 这是祝福菩萨 通通居足 这四种无碍 这个四无碍 小乘人没有 小乘人没有 只有佛与大菩萨才有 涅槃五行 这是涅槃 指涅槃经 大涅槃经里面讲 佛与菩萨有五种行门 修行 修行里面 可以分为五类 可以分五类 第一种叫慎行 第二种叫凡行 第三种叫天行 第四种叫病行 第五种叫婴儿行 婴儿就是小孩 婴儿行 所以有五种行 这是涅槃经里面 所说的佛菩萨修行的 五种不同的方式 而这五种不同方式 它在接触众生的时候 不一定有哪一种 有哪一种适当 它就运用哪一种 所以应用的非常的合泼 非常的自在 并不是专学哪一种 那就错了 什么叫慎行呢 慎行就是 我慎行以佛自己所正之离题 来行政 换一句话说 是佛自正的境界 也就是佛的本来面目 这个我们叫慎行 像我们在一切大经大论里面 所见到的 第二种叫凡行 凡行是在修行阶段当中运用的 那么我们可以说 慎行呢 是祝佛菩萨的自受用 与别人都不相干的 其余四种呢 都是教化众生时候的善桥方便 善桥方便里面第一个凡行 凡行呢 在经里面给我们讲的 他修舍业中空 而后能够舍有而不然 能与一切众生和光同尘而不然而无 这个就是禅家所讲的 不化从中过 不遍业不战身 他有这种本思 那么这十一种空 也是在涅槃经上说的 涅槃经上也是讲到二十种空 我们在大制度论里面看佛讲的十八种空 其实这个里面呢 意义也非常之深 那么我们在仁王经里面也看到过佛讲这个空义 这个十一种呢 我再把这个名词念一念 诸位如果要了解呢 那你要去查这个涅槃经的主书 或者这个佛学大词典呢 也有 第一种叫内空 内是指我们身体里面 我们的身体里面 虽然有这个身相 这个身相是因缘所生法的 凡是因缘身法 是当体皆空 它没有本体 没有自体 所以找自体不可得 这是内空 第二种叫外空 外是境界 境界也是因缘所生法 第三种叫内外空 这都是从这个身与境界上说的三种 内空 外空 内外空 第四种讲有为空 第五种讲无为空 有为有为是造作 不但有为是空 无为也是空 因此有为跟无为都不可以执着 你要执着都错了 有为法就是一个生灭法 就是生灭法 无为法跟有为法相对建立的 我们在不法里面能看得很清楚 不法里面前面九十四法 是属于有为法 后面有六种属于无为法 但是无为法里只有一个 叫真如无为 那是真的 其余的那五种都是相似的 那么此地讲这个无为空 不但包括了前面那个五种相似的无为是空的 你真如无为也不可以执着 那你一有执着就是病就是过失 下面所讲的五十空 下面所讲的五十空 性空 无所有空 第一空 空空大空 所以一共说出了这个十一种 这十一种空 这十一种空 与大制度论上所讲的十八空 名义都是大同小义 经常告诉我们 经常告诉我们 菩萨如果正得这个境界 九十一种空 空平等三位 所以这个空义是相当之深 空不当作无价 空什么多么有了 这个意思谁不懂啊 三岁小孩都懂 佛法的空不是如此 空是空有不二之空 那这个意思就很难懂 明明是有 佛说是空 明明是空 佛说是有 空有一如 空有不二 这是才空义的精华 那么可以说 一部大般若经 主要就是讲这个道理 那么这是讲的凡行 因为佛菩萨知道身心内外 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 无有自信了不可得 所以他没有一样他执着 他样样都不执着 在他本身上来说 他样样不分别 样样不执着 在一切境界里 不起心不动力 所以他在一切境界里 当然不然 因为他知道这一切法的真实相 就是金刚经上所讲 诸法实相 他完全明了 所以他一丝毫不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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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第三种 叫天行 此地说的天是讲第一一天 佛在经上给我们讲这个天 讲的五种 天的意思是高的意思 高高在上 我们称之为天 那么五种天的第二种叫明天 明是有明无始 明字而已 比如世间 从前皇帝称天子 日本人的皇帝称天皇 他还是人 他那个天是有明无始的 所以叫明天 那么第二种天 那么第二种天的叫生天 那是真正的天人了 生天 可以能够生到天上去 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 六道里面的天道 这是第二类的 那么第三类叫静天 静是清静 清静也是高的意思 清静也是高处的意思 这是静天 第四种叫义天 义是义礼之天 这个也是我们不难懂的 第五种叫第一一天 就是义礼天里面第一 我们往往称佛 称为天中天 就是称他做第一一天 那么这个地方取的意思 就是从义礼上 列的名称 在义礼上是至高无上 那么这个大臣的教义 就是属于这一类的 就是属于第一的 我们通常讲第一的 第四种行 这个实现的叫病行 病行实现的时候 实现烦恼 所以佛菩萨了 往往也实现的有障碍 有烦恼 其实诸佛菩萨 一进到离四无碍 四四无碍 他怎么还会有障碍 还会有烦恼呢 那是变形的 是叫我们紧提的 你看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他也有头痛 佛怎么会头痛 这是夜报啊 佛的佛报多大 太大太大了 他还在三个月有马脉之报 特别没有人供养 要为马吃的东西 供养给他们 他们也去吃了 空老夫子 再成绝粮 圣人了 照理说佛是福慧二族尊 佛报圆满了 圆满了 还托不到波 还没东西吃 那佛这个福慧二族尊 这个有问题 其实 那就是实现的病行 给我们一个启示 就是佛业最好不要造 你造了佛业 成了佛 还要遭受果报 不能说我成了佛了 这个果报就没有了 成了佛 还要受果报 其实如果讲成佛受果报 这个话也真的是讲得通 为什么呢 佛有四种 释迦摩尼佛为我们实现的佛 这个在四种佛里头 是最低级的一种 叫藏教佛 八相成道 藏教佛 真正讲到佛慧二族尊 是圆圆满满满的 给主要说的是圆教佛 因为藏教佛 他还没进信 还是在实性菩萨位 那么通教佛 别教佛 是正等正究 是住菩萨位 是行菩萨位 是回向还没到啊 是地根不用谈了 所以成佛了 藏通别人 他是哪一类的佛 这个我们要搞清楚 那么释迦摩尼佛表演的是藏教佛 你明白这个意思 他所实现的这个 你就晓得 这个是佛菩萨实现的 并行 是来警测我们 善有善报 我有我报 你造了卧业 尤其是定业 成佛 成菩萨还要受过报 所以卧业决定不可以做 这是这个意思 所以佛菩萨有的时候实心造作卧业 实心受这个卧包给我们看 我们要懂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正上云呢 就是年类 年类都会运用 你在菩萨道上就会一帆丰盛 年类只会用一类 那么你必定有障碍 语言有顺缘有逆缘 一切或清或离的 这是顺增上缘 一切烦恼惡劣的是逆增上缘 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们举个很清显的例子 诸位都历死 都知道我们这个历史上有一个大忠诚 有一个最爱国家的岳飞 提起他没有人不晓得 在这个中国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岳王庙 我们中国有文庙 文庙是供孔老夫子的 五庙就是供官约 这个官公约飞 官约庙是五庙 可见得这个人为我们民族大众所尊敬 我们看见到岳飞了 天到岳飞了 我们一定要想到我们要尽忠抱苦 这是顺增上缘 那看到秦桧呢 秦桧也了不起啊 也是民族英雄啊 我这一说你们都不高兴 他给我们的教训太大太大 因为看到他呢 我们就讲 汉奸不能当啊 不当汉奸了 一个正面教我们 一个反面教我们 两个人功德一样大 所以从前有人问我 秦桧是不是在地狱里头 我说秦桧早就升天了 他说为什么呢 因为他对我们的功德做得太大 他在西湖幼王坟旁边 你看做的那个像 跪在那个地方 可怜一样 人家一看 每个人就骂他 骂他一声 他那个罪就消掉了 而且呢 又给大家一个警惕 做汉奸呢 就像这个榜样 我们决定不敢做汉奸 这个有莫大教育的意义在里头 一个是正面教给我们 一个是反面教我们 两个都是我们的善知识 所以你要汇用啊 汇用的时候 就像善财童子一样 哪一个不是善知识 哪一个不是佛菩萨 哪一个不是对我们有大利益的人啊 你要用一边 你的麻烦就来了 无论用善或者用污 总而言之都有障碍 顺利两边都善于运用 你就一点障碍都没有 这是讲的 这个涅槃五行里面的病性 末后一种呢 叫婴儿心 婴儿是什么 天真 天真无邪 不管对什么人 对善人 对我人 对喜欢他的人 对讨厌他的人 小孩没有假话 没有忘形 没有忘形 所以佛菩萨对待一切人 都是用真诚之心 那么这是叫善的 这个病的呢 就是世心烦恼心 一切善心呢 执心呢 就叫做婴儿心 与一切众生呢 同厚我 同欢乐 婴儿心就是同欢乐 反而众生觉得这个讨厌的 他也是讨厌的 好像跟我们凡夫 没什么两样一样的 那么这是佛用这个涅槃五行 五五坐四红 四红是讲四红是愿 这大家晓得 众生无变是愿度 烦恼无尽是愿断 发门无量是愿学 佛道无上是愿成 这个是四红是愿 四红是愿 也分等级 那就分四教嘛 有藏教 通教 别教 圆教 藏教的叫生灭 四地 那么他发四红是愿 也是生灭是愿 通教叫无生是愿 别教叫无量是愿 云教叫无作是愿 是做而无作 无作而出 因此 因此 这个诸佛菩萨他居足 这个三云词 四五爱之便 涅槃无形 无作的四红是愿 故为广大无尽 这一句里头 因为他通通都是名词 包含的意思 很多 这是解释菩萨 悲知行愿 如是广大 这一句 下面讲 如是无尽 心不爱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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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即尽 故 心不爱尽 静即尽 故不爱尽 这个全是华言静的意思 因为心与静是一体 是一体 我们讲心 通常讲心 在唯师学家里面 叫做见分 我们讲静 就是唯师里讲的相分 见相两分 都是从自正分变现出来的 自正分是本体 见相两分是其用 从体其用 所以见相同缘 见相一体 因此 见分与相分 没有障碍 离死无碍 死死无碍 无障碍的发解 而《楠言经》上也是这么说 底下举《楠言经》上 这个例子来说 《楠言经》 《楠言经》 《并所想象》 仅如虛空华本无所有 《楠言本性自空》一切诸法 不驻色星而四 今 众生是舍法 渡生是心法 既一切自空 其非终日渡生 终日无渡 那么这是综合华言与论言 这个意思就非常的明显了 论言上讲的这个见就是华言讲的心 那么见语言就是见所语言的 那就是相分 并说想象 想象还是相分 比如我们眼前一切色发 四大色发 这是相分 我们心里起个念头 我们想象现在火车站改修了 马上那个火车站的相分就在自己脑海当中浮现出来了 那也是相分 这种相分 我们自己清清楚楚 别人看不见 可是主要想的 那别人反复看不见 如果那个人要有定功 有相当深的定 他看不见 他看得见 为什么呢 你要是不动心的时候 他看不见 他看不见 你要起念头了 他马上就看见了 为什么 起念就有相 有相 他就会找到你了 从前呢 这个禅宗有个公案 说有个金碧封禅寺 定功很高 他自己晓得寿命到了 这个阎乐王派小鬼来抓他 他怎么办呢 因为他入了定了 病的时候 他说不现象了 没法死 小鬼很着急 没办法 抓不到人不能交差啊 结果以后他打听到了 这个金碧封禅寺 有一样东西他很心爱 那什么呢 他有个波 出家人的波 他有个波是个宝波 他最心爱的 就有人告诉他 你把那个波一敲 他马上出定了 为什么 他很喜欢那个 怕丢掉了 这个小鬼就敲了个波 一敲 他出定了 马上被他抓去了 这一抓去之后 他就小的上当了 结果他就心里一想 这个波不能咬 东西没有洗得干净 心不清净 好了 你怕就不怕 他这个链子刚刚有一锁 他又入定了 这个小鬼又抓不到 再敲了个波 他还是不入定 不现行 就抓不到他了 这就是说 你心里头只要起念头 就现象 你现象 鬼神就找到你 还有有定功的人看到你 你自己知道 也有别人知道 只有肉眼凡夫的人不知道 不能够欺骗鬼神 不能够欺骗能有神神禅定的人 所以往往定功神的人 你跟他两个对作 你心里起心动念 他都知道 他看得清清楚楚 那么换句话 你晚上睡觉做梦 他也看到很清楚 他也看到很清楚 为什么 他有像 没有像 他就看不到了 所以真的讲的是 这个病俗想象 但是 这也是属于色法 叫五表色 这个色法里包括很多种类 我们可以说 有粗 有细 极微细的色法 还是属于色法 粗细色法 都不是真有 这个有叫幻有 也叫做妙有 也叫妙有 如虚空花 这是楞音经商常常用这个作比喻 虚空当中有花 虚空当中哪里花 可是 如果你眼睛要害了病了 你就会看到虚空当中有花 如果诸有害过眼睛的人 有这个经验 看到虚空当中有花 如果眼睛好了 虚空当中就没有花了 眼睛害眼睛的时候 看到这个灯 灯上有个圆影 灯上有个圆影 虚空当中有花 这是你病当中才见的 那么佛就用这个比喻 我们真如本心 有了毛病了 所以才出现的这个 近分相分色星而发 如果真如本性上没有毛病 那这些东西全都没有了 所以勇家大师在正道歌上告诉我们 绝后空空空无大千 梦里明明有六趣 绝后空空无大千 就是说明这个四世的真相 所以要叫本无所有 虚空世界一切万象 本无所有 现在虽然是有这些相存在 就如同我们做梦一样 这是梦境 那梦不能说没有啊 有啊 不能讲真有 虽有而空啊 虽空有不二啊 如果我们能够今天把这个现实的世界 都当做梦境来看 你在这个里面 德式的心就没有了 德式的心没有了 德式的心没有了 你的烦恼就断了 我们所有烦恼从哪里 患得患失啊 你要晓得 哦 都是空无所有 决定是无所得 无所得是真正得到的 心经 般若经 讲到最高的界经 这个境界 无智也无等 智是什么呢 般若智慧 能振的般若 德式什么呢 菩提涅槃 讲到最高的境界 没有般若智慧 也没有菩提涅槃 没有啊 那叫真有 你要有了啊 有了就糟了 有了 有了般若 你般若得不到 有菩提 菩提不能正等 有涅槃 涅槃不能得到 那是假名啊 佛是不得已 而为我们说的 帮他建立一个假名 你要制作这个假名 你就得不到实实在在地方 比如说 我们告诉你 你要到台北市去 你进到台北那个界线上面写了个台本 你以为了就是 我就到了 那个牌子就是的 那不就错了吗 那就是假名啊 立了这个假名啊 那就真正得到了 拿这个假名当作是的 这就错了 那就又迷惑了啊 所以 这个《般若心经》讲的是真正般若 一切法统统写 写得干干净净 那就是般若心情 那么所以 此地 在《引经》上所讲的 本性自恐 本性是真如本性 就是我们自己本人 性是体性的 全家所谓的 全家所谓父母未生性 本来面目就是本性 本性是空的 刚才讲的空不是无 空它能现象 它能变现一切境界象 因为它本体是空的 它变现一切境界象也是空的 一切做法都是自信空变现出来的 就是自信的相分 明白这个道理了 这底下所以才说 今众生是色法 佛菩萨发心度一切众生 度一切众生这个念头是心法 既然色法也是空 心法也是空 所以祝佛菩萨终日度生终日无度 这就是佛不度众生 在礼上讲 确实如此 寺上讲 佛是天天在度众生 度众生的寺 没有一天终止过 并没有废弃过 度众生的礼 必尽空 所以祝佛菩萨天天度众生 他心地清净 不着偶像 不着众生像 也不执着度众生的功德像 所以他清净了 这就是他自己的自受用 他自己的享受 无比的清净 自己享受当中 又能够利益一切众生 这叫大慈大悲 叫他受用 大慈大悲 不妨碍自己的清净 自己清净 又不妨碍去度一切众生 这没有妨碍的 小尘人不了解这个真相 所以他有障碍 他说我一切事情都不做 我就清净了 我也去度众生了 去帮助别人 那我就烦恼了 我就不清净了 他是把这个两种事情分作 两个完全对立的 两种不同的境界 因此小尘人就不肯发心帮助人 大乘菩萨晓得自他不好 所以度计五度 五度皆度 五度是将自己 度是将帮助别人 他喜欢的是一不是二 所以这个年纪 我们不能够误会 千万不要把它意思会错了 度而无度 无度而度 那我就不度 我不度就是度了吧 如果把公式再套一下 你每天吃饭 吃就不吃 不吃就吃 那好了 你不吃好了 你看看你行不行 不行了 所以没有到这个境界 那么下面呢 还是给我们详细解释这些端子 乃至二字 这两个字 就是九十三面第三行 最后一句的那两个字 乃至祝福 我说 这是因为这段意思 唯恐我们发生悟灰 所以大肆非常的慈悲 详细的给我们说明 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 直观之 终日无度中年纪 诸佛菩萨四句 印上文净土化身 心不喜乐 心不爱尽 六句 印上文至尽为由 鬼与必尽去疾 都是法民大小臣 他们这个概念不相同 我们今天所讲的意识形态不一样 小臣人心量自下 没有大臣人的心胸开阔 这是的确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悲戏 大帅小臣病根 只在大悟运中文化 并且前面讲的悟运 无蕴当中确确实实找不到谋 不知蕴也是空 这两句 这就是小臣人的病根 不晓得五蕴也是空 如果知道五蕴也是空 那就法空 他也等到了 大臣菩萨比他聪明 小的 人我空 法我还是空的 我不可以执着 法也不可以执着 金刚经上说的好 法是应 法上应识 侯宽非法 那个法是叫佛法 为什么佛法要识呢 其实哪有佛法 佛之所以说他一生四十九年没有说过一句法 是有道理的 佛也没有说法呢 因为佛所说的都是众生问的 众生有什么疑问的问他了 佛给他解答 正如同众生是有病的 佛法是药啊 药从哪来的 药从病来的 如果没有病 注意想想 哪里有药呢 所谓药啊 是从病来的经历来的 病没有了 药也没有了 如果病没有了 还有药 你那个病永远就好不了 众生因为米 佛才说法了 开悟他 悟了以后 佛法也没有了 如果悟了以后 还执着法 又迷了 迷在法里头 所以众生很难开悟 就是什么呢 他总要执着 总要执着 佛跟你讲 这个世间法 是六道轮回的生死法 叫你要舍掉 好 你舍掉了 谁得怎么样 就是执着佛法 殊不知 执着佛法 还是个生死法 为什么呢 佛是叫你破执着 不是叫你另外去换一个执着 换个对象 那有什么用处呢 比如说佛说 贪是烦恼 叫你不要贪爱这个世间五六六成 好了 你不贪了 结果怎么 贪佛法 你看 贪心 你别只换一个对象而已 贪心呢 在六道里面是恶鬼道的原因 那么你贪爱佛法 你将来要不要多恶鬼呢 还是多恶鬼 因为多恶鬼啊 并不是你将你贪爱对象去多的 是说你那个贪心中去多的 不管你什么对象啊 你贪恶法 你在恶鬼里都变恶鬼啊 是个很苦的鬼就是了 无才鬼 你贪佛法呢 那个佛法是善法 你在恶鬼里头是多才鬼 你还是个鬼 鬼里头也有平复不均嘛 贪佛法呢 就做一个富贵 贪世间法做个穷鬼 还是要做鬼啊 要晓得这个道理啊 佛是叫你断贪心呢 不是叫你要换贪的对象 主要明白这个道理 因此 世间法我们要学 佛法也要学 世间法不能贪爱 佛法也不能贪爱 我们心才能清净 我们念佛才能到一心不乱 有一丝毫贪然 就是一心的障碍 你念佛要想念到一心 就不容易 甚至于想到功夫成品都很难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说 在我们修学这么多年这个过程当中 让自己深深体验到功夫不能成熟 就是这些障碍没有去干净 因此 在无量法门里面只能取一门 如果取太多了 你就是贪的太多了 不容易写 我只取一样 一样写起来容易 太多了 写这个 那个写挂念 写那个又挂念这个 麻烦可大了 所以法门只能修一口 对于其余的法门 我们赞叹 绝无我毁报 像这个善才通子 像五十三位善知识 自己谦虚 我只许这个法门 人家说 那个法门好高 我已经选这个了 我还是这个路子走到底 绝对也不变心 那个法门好 我赞叹 你们去学 我共进 我尽量 我还是学我这个 决定不改变 那么你这一生决定成功 这一生决定成功 凡是进一丝亲 都是大病 几时等的 才能到功夫成天 不要讲一心不乱 专精于一门 他心定了 进一丝亲的人 心不定 心不定就是生死反复 心要定下来 就有出头的日子 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我们再看 翻过来再看 故为之所政为疾 不服只有大臣妙用 这都是江小城人 他们的见解 闻净土化身 自心不喜乐也 今日回心 乃至大臣妙用 如是广大 如是无尽耳 一不知运一时空 故不知一切浮尘幻化 当初出生 当初灭尽 那么这个三句 也是《楞音经》上重要的一段经文 一切浮尘幻化 盖阔了 世出世间一切法 我们今天所讲的 动物之物 矿物 乃至于自然现象 全都包括在这里 富是不实在 成是不清净 这两个字在这里都是比喻 幻化是说出它的真相 它不是实在有的 不是真有 是幻有 幻有是假有 不是真有 所以聪明人晓得 当体即空 不必要慢慢分析 才知道它是空的 用不住 当初出生 当初灭尽 这就是说一切法的真相 如果诸位要是真正把这一句参透了 用念佛法门来说 你现在就是理性不乱 就真的 如果是禅家来讲呢 禅宗里面讲 明信尽信 大彻大悟 是什么境界 就是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 也是我们经常常常在回向祭里面讲 五身法人 花开见佛五身 五什么境界 就是这个境界 一切万法 当初出生 当初灭尽 当初灭尽 你明白这个道理才知道的是吗 不来不去 没有来去 这个是死士的真相 可是这个真相 我们没办法纠缠到 我们看到一切法了 逐渐逐渐在演变 好像有过程慢慢在发展 其实那是我们看错的 事实绝不是如此 所谓生灭是刹那之间 也可以说生灭同时啊 因此就没有生灭了 佛在经上给我们一个概念 是不是死士真相 我们很难说 但是我们总可以说 一定是非常接近死士 因为真正死士的确受不出的 佛给我们说 一坦止 有六十常那 就是一坦止的六十分之一 什么人坦止呢 不是我们慢慢地坦 不是 经常讲说 永健之人 勇猛健康的人 他坦得有力量 坦得很快 一坦止的六十分之一 叫刹那 叫一刹那 一刹那当中有九百神秘 一刹那里面就是九百分之一 那像我们普通人谈指 我们谈得快一点的话 像我这个速度一秒钟可以谈四次 好了 四 乘六十 乘九百 乘九百 那 就像我这 我大概 佛所讲的还不及格了 就以这个为标准吧 一秒钟已经二十多万了 生灭了二十多万次了 什么说什么生灭呢 我们这个身体 整个宇宙这个境界像 所以这个像是假的 不是真的 这个在从前 从前人能够理解佛讲的这个宇宙人生真相 我们今天对他不能不佩服 实在是难懂 现在我们借用科学的工具 稍稍能够容易体会多了 比如说我们看电影 我们在电影荧幕里面看的 那个形象就像真的 其实他那个呢 就跟佛讲的这个刹那生灭 原理一样 他一秒钟啊 那个镜头开关 换片子换二十四次 镜头一打开 放一张底片出来 再关起来 又换一张再开开放出来给你看 一秒钟 镜头开祸二十四次 就是二十四个生命 我们看到那个电影荧幕里面 就像是真的一样 佛给我们说 我们这个宇宙人生是个大电影 大荧幕 速度多快呢 一秒钟开祸二十多万次 所以你把它当真正 而且这个电影还是个立体电影 你没有办法感觉到它是个假的 其实真相如此啊 哪有生灭 没有生灭 没有来去啊 你说你从家里到这里来的 哪有这回事情感 没有这回事情感 所以这个境界相完全是 这个叫做空 这个叫做空 这个叫空意 知道这个一切法的真实相了 你再晓得一切法 决定平等 决定是空即的 不但是空 而且清净即灭 那么你在这个一切法里 决定不会齐心动灭 不会分别执着 你就入了这个境界了 你才能够真正得到啊 自行变现的 这个自行法界 得到全体的受用 大大自在 就好像做梦一样 忽然知道自己在做梦 知道自己做梦很好啊 要大做起梦 反正是梦嘛 在梦中可以尽情享受 你也没有贪 没有尘 没有吃 小的是梦境嘛 所以诸佛菩萨的受用 游戏神通 他为什么游戏呢 他想得多假的吧 没有业法是真实的 第二个就是讲这 一切万象啊 我们身心都是如此 当初出生 当初灭尽 既然知道当初就是没有来去 既然知道当初生 当初灭尽 就是没有生灭 不生灭不灭 不来不去 不苟不进 这是说的 我们用现在的话 宇宙人生的真相 那么这种真相 佛真的 他见到这个四世真相 我们今天为什么见不到呢 我们的心太粗了 出到你那个电影的画面 二十四个生灭就把我们骗了 我们就看不出来 它是个不生不灭的 我们就没有看出来 好看一秒当中 当中的时候 真的要是二十多万次的生灭 我们怎么能够觉到得到 心太粗了 所以定 欲是甚深的肯定 心欲系 所以佛在经上讲 这个境界到什么时候能够见到呢 八地菩萨 八地菩萨叫不动地 八地以上的境界 这个叫做阿赖耶的三细相 这一句经文讲的是阿赖耶的三细相 佛不骗人哪 每一个人讲的正道八地 他确实见到 如果正道八地而见的不是这个情形 那佛忘语 佛其骗人 佛不骗人 你自己近到这个程度 这个四十的这个真相啊 你就看到真相八百 所以佛在经中所说的 这个一切境界都是叫限量境界 他自己清正的 不是推想的 不是根据理论素学来推演的 他亲自见到的 无言愿明啊 亲自见到的这个境界像 那么这种境界 在我们念佛人当中是理业心不乱 但是你出正道理业心还是见不到 啊 语言叫粗诸菩萨就是理业心 啊 设住 设行 识回向 再到八地 你想想看 理业心里头有情深程度不同 这个是很深很深的理业心不乱 才能见到这个境界 啊 小乘人已经入九次的定 他都见不到啊 何况我们啊 所以小乘人至今未有 啊 他 我止可以破 法止不容易破 道理就在此地 啊 境界就是这样的法 啊 他认为这个是一问题 啊 啊 因此呢 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逃避现实 啊 啊 他要到一个清静极灭的地方去修行 啊 啊 避免外面境界的困扰 啊 啊 说 今日悔心呢 乃至本不相爱 当体全空 度而无度啊 如果他要知道四十真相 他必定发大心 啊 那是没话说的 啊 他也会效法诸佛菩萨 啊 啊 不甘心啊 做一个小乘人 啊 一定是 为什么 他这个 本性里面呢 呢 这个慈悲是信的 啊 本性里面的的呢 啊 一定会 起作用 啊 自然而会起作用 啊 啊 这信的一定会 啊 这信的一定会 由于这一个误会 啊 这个叫所知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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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二臣人断烦恼障 没有断所知障 啊 啊 啊 破我指 而魅魅魅法指 啊 啊 有法指 有所知障 啊 他自信的信德 不能限起 啊 那么道理界 就在死底 啊 这个 苏超 幕后这一句 在九十三面 啊 九十三面 就是最后这一句 啊 啊 单修禅定 啊 不愿往生 是为大事 这是讲小乘人 小乘人 专修禅定 啊 禅定功夫很深 讲到第九定 他不愿意往生 这个损失太大了太大了 如果他一旦是觉悟了 菩萨给他一开导 他听了之后就明了 就相信 就接受 这一回头 回小向大 念佛求生 净土 以他这种功夫 前面跟诸位说过 啊 只要一回头 他就是生 方便 犹豫 因为他这种定呢 在念佛人家 就是四一心不乱 啊 因为四一心断见识烦恼 破我执 断这个烦恼障 小成人 他是用甚深的定功 啊 破了我执 断了犯狼障 啊 所以他 回小向大 不识生 凡生 同于土 他是生方便 犹豫 啊 比我们一般人 这个到 呃 带夜往生的人 那要高的太多了 啊 那么这个经呢 也是 大慈大悲啊 唯一 化道 二成人 而说的 所以在续分里面 我们看到有十六位尊者 都是代表小成人 所以这个意思 非常的明显 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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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